我说废话,你不要跟我娃娃叫,你叫我去告诉我,你声音啊,你赞管他吃得好啊,开始开始开始整理,废话,废话,废话,我希望你这个事要冷静,如果不冷静,你那本事要出来打过的,你那本事要出来打过的,我怕你身很伤。 作为一名罪犯在庭审现场,非但没有幡然醒悟争取轻判,反而目无法激怒喷法官,面对法律的制裁,这个撒泼装疯的男人为何无所畏惧,而他又有着怎样的作案动机,令办案人员瞠目结舌惊乐不已呢? 要解开这些疑问,我们需要把时间先推回到2018年的11月7日。 福隆镇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,毗邻华营市,市岳池县最偏远的乡镇,而这蔡家沟村又是福隆镇最偏远的村庄,本案就发生在这里。 2018年11月7日下午2点,福隆派出所接到村民报警,称蔡家沟村有一个七旬的老人遇害了,接到报案后,警方立刻驾车赶往案发现场,因为地处偏僻道路崎岖难行,警方抵达的时候已经天黑了,案发地是一个破旧的老房子,死者倒在屋子中间的地上,遗憾的是现场之前已经遭到围观村民的破坏,再加上地处最偏僻的村庄,周围没有任何的摄像头,这导致案件侦破难度极大。 金河是死者名叫蒋元文,年轻的时候是个石匠,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,一次意外失去了右腿,终身未娶也没有子女,虽然年过七旬但依然身体强健,负重一两百斤不在话下,他的家里非常的简陋脏乱不堪,可即便这样平日里都有许多人登门拜访,是村里出了名的孤寡老人,因为他在断腿之后,好像突然开了天眼, 开始能够化福念咒看病去灾,当然了他可没有什么天眼,实际上是断腿之后,他在路边买了几本风水算命的书,瞎琢磨了一番,利用三寸不烂之舌,将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村民忽悠的一棱一棱的,再加上有那么几次,他通过草药符咒,误打误撞地治好了一些简单的疾病,使得当地的村民对他比较幸福,认为这个人确实有点能耐,都称他为蒋半仙。 经过鉴定,法医发现蒋元文的死状很是诡异蹊跷,尽管头部遭受到多次击打,但并不致命,真正的死因是由于大量的灰渣塞满口腔鼻腔,从而造成窒息而亡。 警方对村民问询后得知,原本蒋元文的面部是被胡上了厚厚的灰渣,前来围观的村民出于好奇,将灰渣给扒开后察觉到对方已经弃绝身亡,于是报了警。 另外,警方发现蒋元文家的地上床上有许多的水字,但又明显不是漏雨造成的,屋外还有一个新挖的圆坑,有被浇灌的痕迹,再结合11月5日他家的一条狗突然不见踪影,种种迹象表明,这起案件像是蓄谋已久。 与此同时蒋元文家隔壁的一位老太太告诉警方,11月6日也就是报案的前一天凌晨,那十天降大雨,她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过一声短促的呼救声,但是自己当时没太在意,再根据事件显示,蒋元文的死亡时间不超过48小时来判断, 6日凌晨应该就是作案时间,既然明确了作案时间,那么动机是什么呢?通过调查警方得知,蒋元文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,帮人放羊一年4000元,国家低保每月500元,给人算命没有明码标价大火看着给,因为蒋元文不抽烟不喝酒,生活简单开销很小,这些年他攒了差不多有一万块钱,据村民说蒋元文经常向人吹嘘,说自己已经给房子做了法咒,外人无法靠近,自个儿出门从来不上锁,至于那一万块钱更是被自己给定住了, 别人压根拿不走,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分析,或许有人见财起义,在盗取钱财的过程当中被蒋元文发现,随即杀了他,果然经过对现场一番细致的搜索,警方不仅没有发现蒋元文的一万块钱现金,甚至连他平时用的手机也不见了,就当警方准备将谋财害命作为第一侦查方向时,案件出现了反转, 通过深入调查,警方发现蒋元文早就把钱存进了银行了,所谓的将钱定住,只不过是他忽悠村民的又一个谎言,这个结果让警方暂时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,于是警方又重返现场反复勘查,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,凶手作案时没有使用较为方便的锄头菜刀,而是反复击打头部,不厌其烦地用灰渣掺水憋死蒋元文, 通过这些举动来看,凶手对蒋元文恨之入骨,符合仇杀的特征,但是蒋元文平日里没有与人解怨,既没有轻敌,也没有在看病驱灾的过程当中得罪客人或其家属,那么到底是谁要置他于死地呢? 这时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,凶手会不会是对蒋元文心存妒忌的同行呢? 警方随即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排查,很快一名关键证人的出现证实了警方的推测,村里一个小孩反映11月6日,也就是报案的前一天,自己的伯伯告诉他,让他不要往蒋元文家那个方向走,小孩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,伯伯说蒋元文已经死了,而这个伯伯就是同村46岁的王邦佑,他先前一直在外务宫,而如今迷上了命理八字,买了一堆书,在家前行研究,给人算命治病, 和蒋元文正是同行,但王邦佑是怎么提前知道蒋元文已经死了呢?难道是他掐指一算,预料到了蒋元文的授数,还是说他本人就是真凶呢? 对于秉承科学办案的警方来说,当然不会相信他会洞悉天际了,2018年11月11日,因为王邦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,警方马上传唤了他,结果这个王邦佑对于警方做的法律教育和思想工作,不仅无动于衷还态度傲慢撒泼装疯,要么恶毒诅咒警方,要么装睡打呼噜,活脱脱的一个戏精 面对木无法机具不配合的王邦佑,警方转念一想,他既然对命理八字十分着迷,不如箭走偏锋,换一种方式去审讯,于是警方决定带他去殡仪馆,在蒋元文的遗体面前发誓, 说自己不是凶手,一听这话,王邦佑瞬间就怂了,急忙开始解释,一开始说蒋元文的死是鬼提前告诉自己的,在进一步的追问下,王邦佑否认了鬼魂说,又换了一种解释,说是自己提前算出来的,有另外一个王邦佑动手杀了蒋元文,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,真的是越解释越扯了,警方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,继续利用殡仪馆这个缺口展开强大的攻势,很快他完全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, 然而他的作案动机却令在场的民警瞠目结舌难以置信,原来虽和蒋元文同为算命先生,但王邦佑的生意一直不好,于是他就算了一挂,结果发现自己这几年运势不佳,怎么干都白打,而导致运势不好的罪魁祸首, 竟然是一位村里的同行蒋元文,他推算出蒋元文是火命并且是天火,而自己是水命但不是天水灭不了天火,反而蒋元文的天火会把自己的水烧干,长期下去蒋元文会克死自己和家人,他是越想越怕,最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,除掉蒋元文,但他深知蒋元文入行早,到行深,必须要利用天时地利一记得手,他通过看天气预报得知,11月5日那天要下大雨,认为雨水乃天水,可以借机灭了蒋元文的天火,因此决定就在这一天动手, 11月5日傍晚大雨降临之前,王邦用手持两个木棒潜入蒋元文的家,砸死了他家的一条狗,拖出去扔掉之后,就回家静静等待丑时的到来,这正是他推断出的对他最有利的时辰,6日凌晨天降大雨,王邦用轻手轻脚地潜入了蒋元文的家,因为死者自信有法术傍身,长期大门不锁,王邦用非常顺利地摸到了床边,挥起木棒,朝着睡梦中的蒋元文就是一顿乱砸,眼见对方奄奄一息,他随即离开,但走了没几步, 他突然想起蒋元文是火灭,用木棒打不死他,还是得用水,于是又折返回来,把灰扎河水搅匀了,然后糊在蒋元文的口壁处,期间不断地泼水,不给对方一丝存活的希望,最终导致蒋元文窒息而亡,逃离现场前,王邦用又顺走了死者的手机扔到了山里,根据王邦用的供述,证人证言,作案工具以及警方在山里找到的蒋元文的手机,可以初步认定他就是本案的真凶。 2019年9月29日,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,面对审判长的询问,被告息的王邦用又上演了自己张嘴就喷得戏吗? 法庭上王邦用态度异常嚣张,拒不佩合,严肃的法庭决定不再与他纠缠,依然按照庭审的既定程序进行,而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,他又开始了装睡模式,余下的流程他闭口不言,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,将撒泼无赖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10月31日,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,王邦用严重违背科学,认为蒋元伦的命理五行与其相克,继而行凶,作案手段残忍,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王邦用当庭表示上诉,王邦用不学无术,好吃懒做却怪运势不佳,违背科学,身性命理相克而去夺人性命。 他的所谓共赎,完全是出于对鬼神的忌讳,诅咒警方藐视法庭目无法计,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丝悔顾的表现。 这个无理不知又无畏的男人,落得如此下场,不是有人克了他,而是他咎由自取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